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没有太多的记忆了 就记得被放倒 然后好像是面朝上 因为我记得周围眼前面 都是他们的人 脚和拳头 然后就没有记忆了 然后后来呢 我就再有记忆的时候 就是就是已经躺在 在旁边的那个路边的草地上 有一个听到一个 一个美国的女人 在用英语跟警察报警 我们从过来的时候 路上一个警察都没有 然后这段路行人也很少 就是说 他们很容易在袭击别的 我们这些反共的抗议者 我后来回想比较幸运的是 我们是到了一个加油站的时候 才被他袭击 他们才找到机会赶上我们 袭击我们 殴打我们 然后呢 加油站的人看到了 就是开始报警 所以他们才有顾虑 就没有 就是没有殴打我们太多 如果我们运气不好 再更早 更就是 比较在比较远的地方 被他们抓上打的话 那我觉得 你现在是没有办法在这里采访 我记得好像他们手里都有东西 雨伞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我觉得是 都是有准备性的 就是 就是 有一种 就看起来是合法 但是又可以当做武器的东西 这样可以 就是避开警察的这种注意力 我感觉这样 但是他们是 有组织的一群人 非常有组织 而且 非常非常的凶狠 从他们的目光和他们的行为来看 我记得大概是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我们从我们三个人 我 还有74岁的香港周国 还有李德龙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从旧金山机场的抗议现场 步行去Costco的去拿车 那段路应该不长 估计就十分钟的路程 但是 离开抗议现场没多久 就远远的看到路边有十几十几 几个年轻人 站在那里 头上都是扎着红布袋 还有红帽子 就把整个人行道全部占满 也停在那里 他们也不走 就停在那里 那就是很不友善的 而且远远看到我们三个走过来的时候 就那种目光 就是很凶恶的目光盯着我们 那我们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他们大概是谁了 应该就是这些中共请过来的这些打手 那我们就很小心 我们就慢慢从人旁边 尽量的离他们远一点 我们慢慢绕过去 但是绕过去以后 他们就开始尾随我们 就在后面跟着我们走 然后开始骂我们 第一天我去抗议现场 我去的时候 我还在小粉红中间去举牌子的时候 大家都聊得挺好 还跟他们握手 说我们就是 你就想像你是共和党 我是民主党 我们各自发表不同的意见 然后他们说 那个对方人说 好的对的 那我说我们握手 然后我们就还挺好的 就是那那 但是我们袭击那天的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 小粉红过来这里的 他就是专门等在会场外边 路中间 一个没有人的地段 没有警察 新人也没有的地方 而且是专门是找 这些落单的人下手 我今天去了一次警察局 就是给他们 想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这个资料 但是他们说 他们根据前天 周伯给他们提供的资料 录像啊这些图片来看 他们说 他已经把这些照片 录像都发给他们的同僚了 都无法找到这个人 然后他说 基本上是无法找到这些人 我从上海跑出来 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来到美国 离开中国来到美国 因为过去三年的这个COVID 这个叫什么 新冠的这个 这个这种防疫的政策 实在是太反人道了 尤其是去年三四月份 四五月份 那几个月的这个lockdown 这个全程2500万人的这个隔离 这个事情太恐怖了 我几乎在家里被饿死 而且精神也几乎崩溃 差点自杀了 好几次是想自杀了 因为顶不住 要饿死 我的猫要跟着一起死 那时候我已经做好打算是 就是跟我的猫一起 全部一起死掉 干净的 因为实在是人受不了 那所以后来解封以后 我觉得这个 这已经是变成地狱了 所以我下决心 我一定要离开的 来到美国 这是一个自由的土地 我以为我是受到保护 我可以自由发表我的意见 但是我居然在这个自由的国度 被这个中共派过来的这个 这个势力的殴打了 那我简直就好像我又回到了中国 那我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心 但是幸好这是美国 我们还可以继续追查 申诉的权利 那我一定会 执行这个权利 去追查下去 共产党在这边的这个势力 比我们想象中 还要强大 多得多 可怕得多得多 但是所以我没有义务 就是追查下去 我有抗争的机会 所以我必须抗争到 我不能让美国再变成下一个中国 我不能这样做 否则下一个地方我再去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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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